上回贾满亮带着甜心去玩,刚被网友晒出合照,这次网友又排到李小璐带着甜心,在朝阳公园的门口准备进去,助理还走过来阻止网友拍摄,甜心也用手把脸遮住,好机灵的小孩,李小璐的朋友圈曝光, 内容是,朝阳公园门门买票的时候,我在调整GoPro准备给他拍东西,他跑过来说,非要买沙包,我说你要进公园完了就不买了,拿着麻烦,他一直拉着我要买,声音变得乖乖的那种,说妈妈求求你了,我想买一个沙包,求了半天我回头看了一眼,原来买沙包的是一位瘦瘦的满脸皱纹的老奶奶, 顿时心里暖暖的,我走过去,问了一下价钱,把老奶奶的沙包全买了,想又不好意思的说,妈妈我就买一个就好了,我说你可以送给其他小朋友了,你的善良是我永远的骄傲, 这是李小璐买下的全部老奶奶的沙包,甜心的行为实在太令人感动了,小朋友长得好看,个性可爱的确会讨论喜欢,但是内心善良才是最大的优点,希望贤心可以永远善良下去,长成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